第一個你要有一個元件 可能是Text View、Grid View、Image View 然後你就按住不要放 大概一秒鐘以上 大概一秒鐘,有的時候可能兩秒鐘三秒鐘 大概久一點,不過按住不要放 一般如果說使用者知道的話,按住不要放 他會跳一個什麼清單出來 如果他希望自放大 就放大 按住不要放 就是手按住不要放,大概一秒鐘 較小 那現在我只有兩種,因爲只是效果要做出來 就好了 效果做出來就好了 那一般的書也是一樣 他是寫了很多啦 寫那個 寫法,如果你們參考 原來的寫法不是這樣的寫法 原來的寫法就是用那個 常數的方式來寫 寫的真的多很多 那我是把它改比較簡單的 因爲我覺得真的要簡單好記 menu就馬上可以建立起來 好 那這個contest menu 其實跟那個 我們 剛剛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 你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你要註冊 這個contest menu 要註冊給哪個元件 大概是多了這個動作 另外就是說本來是 on create option menu 那它不叫option menu 它叫contest menu 所以呢 它沒有預載嘛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自己載進來 大概差別是在這些 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第一個 我們要到那個 就是第一個也是一樣到 menu裡面去 這個地方有沒有 menu裡面的men 請各位建兩個啦 當然將來你可以 自行在設計 設多一個啦 多幾個都沒有問題 那這裡面的話 打開之後的話 就是做什麼動作 第一個就是說 加上那個兩個 一個是small 一個是latch 當然你可以加更多啦 比如說 我的效果只有兩種 一個是12跟24 size的字 如果你要一常算 可不可以啊 點住 它就一列清單給它選 哇 各式樣可以選 那裡面的話就是 一個是menu large 一個是menu small 反正就這樣 一個是較小 一個是較大 那將來我希望怎麼樣 當我按住不要放 跳出來 OK 所以第一步對不對 先建menu 支援檔 所以以後你要建什麼menu 非常簡單 第二步的話就怎麼樣呢 我們要建 就剛剛 跟各位講的 這個 這個是 那再來就是view的部分 我們在上面 你就建一個什麼 TestView就可以 名稱我叫 TSTShow1 好了 那上面 請在此 按一秒鐘 修改自行 所以這樣你也可以 就是多一個訊息啦 如果說 User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提示他一下 讓他知道 原來這邊還有隱藏功能 在這裡 OK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來程式 來把它載入 那載入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跟剛剛的部分 差不多 不過差別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載入的 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 這個叫on create 有沒有 一樣嘛 只是差別在這裡 context menu 它剛剛是option menu 現在是context menu 第一步 第二個的話 一樣是叫做 叫on 剛剛是on option option 什麼呢 option items 類的 那這個地方 就是把原來是什麼 on option 改成on context context items 就這兩個方法 所以 這兩個方法修改之後 就OK了 那要產生這兩個方法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產生我想一樣 這一行我想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叫 get menu infactor 不過呢 它不會這種產生 所以你要自己打上去 然後另外的話 底下這個 等一下怎麼實作 我們等一下來看 那本來其實 原來我是寫成switchcase 不過我覺得switchcase 好像不夠簡單 我就把它改成一幅 else if 這樣好像比較簡單一些 那等一下再來看 OK 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非常棒 簡單 一